那這個三個就會怎麼樣呢 把三個地標 就是把它讀回來之後的話 放在哪裡呢 放在data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裡面就是什麼 曹晉公園換航 基隆廟口小師換航有沒有 思求靈砲台 沒有換航因為最後結束了 那最後呢組完之後要把它輸出到哪裡呢輸出到這裡 這個DIV裡面 那這個DIV特別是因為 因為我在設計的時候已經給他一個叫什麼 他的ID有沒有 他的ID就是 所以將來我要怎麼輸出呢 特別注意這個慣用法 JKMobile物件 他會自己幫你抓什麼 抓 這一個 文件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 ReRoute的ID 前面這個就是ID ID名稱就是ReRoute 找到他對不對 找到他之後的話呢 後面有個方法 應該叫屬性 這個有個屬性叫做.html .html 就是說 他會幫你把data的資料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按即時的話 可以看到結果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講過嘛 這裡面不能放那個 就是 local storage 一定要在 這邊 就是 Chrome 裡面看一下 把它save一下 save ok save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看到 最後的結果 就會輸出什麼 這三個資料 在哪裡呢 在剛剛那個DIV裡面 這個是一個DIV 不過看起來 你在網頁上 看不太出來 因為 他是跟 body 融合在一起的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指的就是 剛剛那個DIV 那我們把結果 輸出到這裡 這個是一個 最簡單的 流程 從這個流程應該很清楚看到 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set set 然後再把它get出來 ok 那如果說你想知道他存在哪裡的話 再按一個f12 在這個 Chrome上按f12之後的話 下方就會出現 local storage 這邊有個小箭頭 展開來 就會在這邊出現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local storage 的一個 那個流程 OK 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先 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我也會把 這個畫面 提供給你參考 其實這個話這個部分 相關的那個 名稱 在我們的範例裡面也都有了 我給他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範例這個畫面也提供給你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